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统计局日前公布数据 去年本澳出生率创17年来的新低 2021年澳门经济有所改善 但距离全面复苏仍有一段距离 经济下行令澳门年轻一辈的生存空间受影响而收窄 亦令不少居民对婚姻及生育的观念发生了变化 此外 本澳商绩家庭日益普遍 家庭友善措施的重要性亦随之凸显 面对澳门出生率及人口老化问题 当局应该退出哪些应对及改善措施 本澳家庭友善政策又应该如何优化 今期议员讲坛 我们一起与嘉宾探讨一下 欢迎收看由澳门友善电视制作的时事争论节目 《议员讲坛》 今期议员讲坛邀请到的嘉宾是澳门立法会议员罗彩燕 欢迎来议 主持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立法会议员罗彩燕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有关如何扭转本澳低出生率的相关话题 统计局日前公布数据 2021年全年新生婴儿共5026名 出生率仅为0.74% 是自2005年以来录得的最低水平 不少意见认为 去年澳门经济下行 失业率 楼价 物价高企 这些都是造成本澳低出生率的主要原因 对与这种意见 请问罗议员有什么看法呢 主持 其实我记得当年沙士的时候 其实出生率都是低的 现在疫情其实都经历了两年多 其实各行各业包括很多的就业 就是大家为什么不想生婴儿呢 其实都是外于四大因素 第一个就是收入 因为其实现在失业率都去到4.2 4.3 很多对于一些年轻的家庭 他可能其中一个或者甚至两个他都失业 他更加会担心如果真的生小孩 经济怎么负担呢 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楼价 虽然就是说我们会看到 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租务市场楼价都有回落 但是因为其实现在要置业买一层楼 除了牵涉到自己的收入之外 首期都是一个问题 很多年轻的夫妇 他未必有自己的楼 可能都制约了他结婚 或者生小孩的一些想法 第三个就是滞涨 因为经济停滞 和物价高涨 其实都会影响了他们生小孩的意欲 最后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家庭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坊间 其实一直很多人反映缺家庭 真是家庭坊 你想想如果两个夫妇都要上班 那小孩哪个照顾呢 所以其实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了 大家是没有生育的意欲的 既然谈论到家庭的问题 我们都想再进一步去关注一些 关于双职家庭的支援措施 随着社会发展 本澳双职家庭是日益普遍的 更有不少家长是需要轮班工作 不少意见认为 本澳家庭友善的政策其实是未够完善的 因此年轻一代 有时候为了保住份工 就会选择暂缓生育计划 对于这个情况 罗议员认为 当局应该推出哪些援助措施 又或者应对方案呢 其实很多的家庭 你说得对 就像我们这样 都是要上班的 除了孩子的问题 其实可能有些未结婚的人 或者已经结婚的人 他家里可能都有老人家要照顾 那便是他们除了要照顾小孩 都要照顾他们的老人家 那便是如果没有家庭的话 那其实他们真的全部难行 那我现在日常都有接触到一些 求助个案 那他们都觉得 那我上班好呢 因为小孩有没有人照顾 是吧 其实在很多的国家里面 都会推行一个 叫做社区的保姆计划 我记得在2013年 2014年的时候 其实社工局都曾经想推出 这个社区保姆计划 但可能当时的经济环境 和现在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觉得 其实现在要推出一些 家庭友善的计划 可能现在是一个好时候 可以在社区里面安排一些 譬如说 学校 托儿所 可以安排在夜班 例如下午4点后 可以把小孩放在那里 可以斩托 其实都是有助去解决 家庭因为要就业 小孩或者老人家 没有人照顾的问题 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 失业的人士 其实他都需要再转型 那是不是真的有条件 可以在雇员再培训计划里面 给一些我们说的 专业界别的老师 幼师去担任这些兼职 在社区做保姆 又或者一些 比如需要护理的 比如一些去到四十多岁 五十多岁 他失业了 是不是可以培养他们 去做一些社区的服务 如果推出这些计划 其实一举两得 可以令到一些 失业的人 可以找到工作做 是不是 又可以帮轻了一些家庭 是啊 既然探紧到上席家庭 我们都想再进一步去探讨一下 本澳的就业市场情况 深合区方案的推出 引起坊间热议 有意见认为 现代金融产业作为深合区 最重点发展的四大生产业之一 如果本澳的金融产业 可以与其他产业产生联动效应 又或者可以这样去加强一个合作的话 就可以提振本澳的市场经济 从而去带动这个就业 对于这种意见 请问来议员有什么提法呢 其实现在大家都看到 深合区和横琴 其实都是国家重点发展的一个项目 而且中央都发话 其实横琴就是我们澳门的未来 其实现在我们看到澳门其实很多制约 因为过往澳门都是以龙头产业 博彩业为首 现在随着形势逆转了 其实都是一个好的时机 可以推动产业多元化 在这里我们都希望 刚才主持也有提到 如何利用一个金融去推动产业 因为本身金融就是百业之母 其实都有很多的政策建议可以推动 譬如说 如何可以令到很多的企业 澳门的企业走入湾区 是不是在很多的扶持政策里面 例如京方局推出的一些 免息的企业贷款 是不是可以将这些资金 运用到横琴 去运用先行先事 令到企业有资金 去走出大湾区 走入横琴 这是一方面 第二就是说 其实我们都希望政府都推出 借助澳门和横琴的 一个紧密的合作 大刀劈虎推出一些 招商引资的计划 鼓励更多的企业进入澳门 以至入横琴 吸引多些的产业进驻 当招商引资做好的话 其实就等于大动增加了很多就业的机会 这样才可以真正帮助澳门居民 帮助就业 更多的我们希望透过横琴的发展 令到澳门的企业可以多元化 它多一个市场空间 其实间接都会带动澳门的商圈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措施 其实都是可以帮到澳门就业 生育或者是一些业务的拓展 以及找到生存的空间 既然谈论到就业方面 以及当局的一些措施 我们想再进一步去探讨一下 长者的问题 本澳低出生率的现况 亦令不少人忧心本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统计数据显示 本澳人口老化情况持续 老化指数上升至83.7% 除了长者公寓、退休津贴等措施之外 请问来议员认为 当局还应该如何规划长者政策 又或者可以推出哪些措施 令到小子化和人口老龄化程度 可以同步下降呢 刚才也说到 其实就是说 在2011年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统计局出来的数据 就是差不多每10个人 就养一个老人家 但在去年 统计数据就显示 5个人就养一个老人家 我们都预测 未来在2026年 或者2036年 长者的老龄化会更加严重 比现在更严重 那怎么可以解决呢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都很希望在一个 长者福利政策方面 都要加大力度 是吧 就是我们除了是 推广长者 我们要懂得去养生保健之外 但其实我们都更多是希望 就是说 对于比如长者的居住 因为其实很多的长者 可能都要和年轻家庭 迫在一间屋 甚至是有些长者可能长期臆床 可能年轻家庭都未必懂得 如何照顾一个长期病患的长者 即未来其实都要考虑 就是说 要预留多些土地 去增建这些有医护 护理的一些软蛇 去照顾这些行动不便 不能治理的长者 这个要考虑 这是一个住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他们的经济状况 因为现在的长者 尤其是我们经常提及的 那个养老金 现在养老金大概是三千七百多 跟我们的维生指数四千多 是有距离 差了六百多元 因为维生指数 其实都是体现到 一个地区对于长者的关怀 在这方面我们一直都呼吁政府 是不是应该将养老金的金额 提升到和维生指数挂钩 这是一个基本的保障 因为你说现金分享 其他养老金 都不可以混为一谈 而且这些都不一定是恒常化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都建议政府 真是对于养老金的注资 还有央積金的注资 其实都是不能够断 我们很希望长远 因为每个人 你和我都会老 同样我们提升这些长者的福利 其实某程度上 都是帮助一些年轻的家庭 中年的家庭 他们都有供楼 要养育子女的压力 如果在长者福利方面 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完善的保障 其实就等于帮助很多的家庭 解决了这个生活压力 所以其实这一方面 对于长者老龄化的一个保护 另外是小子化的问题 刚才我们都谈到 为什么大家都不想结婚 买不起房子 其实都可以有很多的鼓励措施 比如针对一些 有一个小朋友 两个小朋友 三个小朋友的家庭 他们供书隔壳 压力都不少 所以其实在很多政策上面 我们都去推动 比如举例 比如现在置业 如果说 一般都要 置业税 引发税都要3% 是不是可以推出一些措施 就是说 我有一个小朋友 我可能退一定比例的税 房屋税 因为现在房屋税 3% 如果是800万的楼 或者500万的楼 那里也十几万税 如果是1000万的楼 可能是30万税 这里是不是可以因应 鼓励他置业 在税务方面可以减免给他 又或者是子女的津贴 因为现在政府要鼓励生育 降低这个老龄化的严重程度 是不是可以 对于一些要养育子女的 在退税方面加大力度 可以多退一些税给他们 这些方式其实都是可以 帮到一些年轻人 鼓励他生育 当然现在经济下行 其实可能很多的措施 未必起到很大的作用 所以我们更加觉得 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要应对 未来经济下行 疫情可能都 见不到曙光的时候 失业问题怎么解决呢 我们都希望透过一些 短中长期的措施 一步一步去帮到我们的市民 帮到我们的社区 当经济恢复 大家的生活收入稳定 或者很多的置业的措施 包括你说 我要置业按揭承数 是否可以松绑呢 因为有些人有能力工 只不过首期他真的给不到那么多 因为楼价都不便宜 就算按不同的阶梯 即是三十万以下的 六百万以下 八百万以下 可能承数如果按一层楼的价值 其实承数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通过种种的一些政策的松绑 我相信慢慢都可以令到市民有信心 继续组建家庭 生小朋友 畢竟这个都是一个人生大事 现在的情况 其实真的需要政府各方的配合 才可以真正解决这个少子化 和老龄化的问题 是的 我们也期望有关当局可以推出更多的措施 去提振经济 期望当局可以因应本澳人口状况 适时优化本澳的生育政策 和做好长者政策规划 营造一个有利于优生多育的环境和氛围 也期望本地就业市场氛围可以进一步好转 以及本澳的经济可以尽快复苏 今天多谢罗议员参与我们的议题讨论 多谢主持 多谢各位观众 亦都多谢各位观众朋友 收听今期的议员讲坛 我们下期再会